回到發達廣場這個環節,先介紹一下床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腰材證券的研究部高級分析員,直耀芬先生 Stanley你好 呼籲一下,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想問Stanley 都可以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見到Stanley今天恆指方面又跌了 最新是跌230點,是做18362點 成交額有42億多 期指方面是跌337點,暫時低水33點 做18322點 而成交量方面是有12000多張 再看國企指數,最新是跌170點,做9816點 再看內地股市方面,跟上星期一樣都是跌的 上證綜合指數最新是跌14點,做2149點 护心300是跌18點,做2272點 深淨盛指方面,最新是跌91點,做8542點 三大指數的跌幅是介乎在0.63%至1.05% Stanley今節回來,想和你看看 上星期尾,中國人民銀行已經發佈 上年12月份的新增貸款 看到12月份人民幣新增貸款 是由11月的5622億元人民幣 上升至6405億 是高過市場預期的5750億 這樣看回這個數字 其實有些分析都說到 看到今次12月的新增貸款 是比市場預期好 亦都看到,在1月6日 即是上星期 人行亦都宣佈了 說在春節之前,會暫停發行央票 市場有些分析就說到 或者看到這兩個數據 都說會進一步 或者人行說會調低存款準確率 會降低成造 你怎樣看? 基本上,看今次數據顯示 其實內地方面 在去年年尚未開始 新增貸款方面是提出了 是加速了 但如果你再細心留意 一些數字的話 其實在2011年全年 如果新增人民幣貸款方面 大概是74,700億左右的水平 和去年度那是77,800億左右 其實是小了 一年度是小了 反映在這個情況之下 變成是來自2009年的情況 基本上,新增貸款是連續第二年 是有個下跌的情況出現 你又看回近日 為何你說 日日內地方面 可能會發行一些央票方面 開始暫緩 甚至乎有一個 雙反而做的 反映在內地方面 因為臨近是春運假期 主要是在銀金方面 基本上都是過運 都比較緊張 所以出現這些政策 基本上我都覺得 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現象 但至於減不減全款 我覺得就已經是 現在到了現階段來計 其實減或不減 我覺得那個機會 相對來計的話 減的機會也比較大 因為最主要本身 你說看回現在 內地方面 似乎是銀金的情況 都真的比較緊張 特別就是 你說在現在 內地方面 很多中小企融資 都出現了 比較困難的情況 所以你說 在這段時間 再減多一次的話 其實基本上 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做法 尤其是春節 之前那次也說到 春節前後 我覺得是有機會減多一次 但是似乎 你再看回 內地今年的情況 再看回新英帝國的情況 似乎都未必見到 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大幅度的提升 因為最主要本身 其實你說 在過往的時間 經過在金融海市的時間 一個四萬億 一個投資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 對中國的經濟 影響越來越 那個情況 開始比較顯著 特別就是 你說當時出現的情況 就是 近年出現的情況 就是 比較多一些 不良貸款 開始不斷投現出來 所以你說 在新英帳款方面 其實銀行 都相對會比較小心 即使你說是官方 可能不想說銀行 多些放貸 但你會看到 銀行本身 都未必有這樣的意願 去放多些貸出去 甚至乎 其實你看看 其實個別一些 內地方面 四大各有銀行的管理層 其實在內地方面 一些步道都記述 即他們在之後的時間 貨幣都明確表示 貨幣供應量 基本上 是不會大幅增加 但只不過 可能在個別特定 一些行業的領域方面 可能那個貸款上 可能有機會 會比較提升 所以可以反映 其實 我想你說 在今年3號的時間 似乎 即是 在一個新的貸款方面 可能 我覺得 集中在個別的行業 全面性是一個放鬆銀行的政策 反而有機會 未必太大會做到 這樣 在另一方面 其實Stanley都見到 好似暫時來說 幾乎內地的市 每天都在跌 好像沒有什麼方向 而市場現在都在留意 究竟中央 對今年政策的方向是怎樣 而我們都見到 在上個星期六 剛剛結束了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 而溫家報 都說了翻話 令市場都很關注 看看如何解讀這番話 他就說到 今年都要做好金融的工作 亦都說到 今年要深化新股的發行制度市場化改革 要觸近完善發行 退市和分紅制度 要加強股市監管 促進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協調健康發展 去提振股市信心 這番話暫時看到市場都在解讀 其實你自己又怎樣看 你覺得是否算不算是 暫時沒有什麼方向 還是你覺得是比較樂觀一點 其實你看看這段 政策 我自己個人解讀 其實你看看過去一年來的 內地方面都是創業版的市場 但當地市場出來的情況 比較混亂 尤其是新股的發行方面 似乎都是比較 其他情況不太理想 因為你會見到整體上 你會見到很多 譬如在內地創業版方面 發行的新股基本上 是一個超高的PE去上市 即是超高的線去上市 這些年代之下 結果令到大家都會對這個市場 比亞的順心上不太大 尤其是變成之後的時間 亦都是委員了比較多的改革情況出現 我們看你去年度的情況 其實你說整體上市場方面 太多一些融資行動 都變成令到大家都對市場的順心上 其實都影響比較大 所以你說分種的這番說話 其實都反映了 就是它最大的一個目標 因為令到市場方面 不要那麼混亂 尤其是你說在上年度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 大家覺得是 即是對於內地股市方面 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其實最主要就是很多的金融機構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新股 上市的情況 即是我們叫圈錢 即是集資很多錢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可能在短時間裡面 很多的一些公司都是從一程上市 而且集資金會比較大 所以變相令到內地的銀根 是輸得比較緊的 這個都是引致到 內地股市的表現 做得比較差的因素有關 所以我覺得你說溫總 這一番說其實都是預示 就是今年裡面 其實你說大的金融改革 我覺得反而可能是在一些 一些新股 集資方面的影響的部署之下 但是對於整體上的走勢 或者整體上的對方 譬如放七人根這方面的影響 我覺得那個機會就不是這麼大 反而我覺得在全中國裡面 因為金融市場的制度上 比較有關聯性 Stanley看到了 其實說回成長的大市 其實你個人來說 你覺得是見了底沒有呢 其實 基本上看你說港股方面 似乎現在你說見了底沒有 似乎真的有些言之上早 因為最主要本身 其實你說看今年第一季度的情況 始終變數是比較多 就是除了內地各因素之外 其實你看歐債危機 始終你說這件事件 基本上已經是對港股 對全球金融市場 都潛了成兩年有多 但是似乎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大家都仍然覺得 都未見到一個儲光去到 因為最主要本身 你會見到現在 就是當前 譬如歐元區方面 譬如希臘 甚至乎其他國家的情況 都真的大家都比較關注 究竟會不會有國家 是脫離歐元區 甚至乎 你說在短期內 一旦法國的評級 真的被人剝奪了三條A 這個評級的話 對上流震盪 仍然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你說港股方面 第一季度 在歐洲方面 叫做融資的高峰期 所以回到這個因素的影響下 似乎第一季度的港股 我自己個人度 真的不太樂觀 你見到底味 我自己覺得 似乎 你說如果一旦歐澤危機 那個影響 是不斷加深的話 我覺得港股第一季度 有機會會再下試 之前說是去年 一個低位 即16,170的位置 有機會再試一試 但當然 這個國家有一個假設性 也要似乎 當前歐澤危機 演化到什麼程度 要做下一個決定 謝謝Stanley 這支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依然有我們要裁財經台的節目 恆生指數 到今天開市之前 已經跌深了 最新是跌215點 做18,377點 成功額有61億多 期指方面跌305點 低水35點 做18,343點 成功量方面 14,000多張 待會回來再和大家見面